一定要先把引用什麼 引用,因為我們ADO 本台Exail是沒有的,他不會預設幫你就 引用那個ADO元件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去連線資料庫的話,一定要先把 把這個裡面有一個預設是沒有,那你要找到那個哪一個呢 Microsoft 然後呢,ActiveEx 然後呢,DataObject 有沒有,那這邊注意喔 找到的應該是這一個,2.7這一個 你不要選2.8這個,2.8這一個是多一個regal set 你選這個可能會產生問題,記得是這一個 這樣的話呢,我們才有 這個存取資料庫的一些相關的 功能 因為它是一個什麼library,它是一個韓式庫 這個韓式庫呢,才可以達到 我們去存取資料庫目的,按確定 第一步就完成了 那第二步的話呢,請各位就是說 這地方 在參考那個雲端 上面這一串 其實就可以把它複製起來 Ctrl C,這一段複製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怎麼樣,貼到這個 這個地方來 那修改哪些地方呢 特別注意 基本上 我第一個 新增 取消一下 我先把它貼到下面 貼成一個新的方法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sub 所以貼上去的話呢 就是會有一個and sub 那將來我們用呼叫的方式 用call的方式 去呼叫它就好了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要改哪些部分呢 第一個,各位改一下 這個路徑 這個路徑的話呢 我講過嘛 我先